大家好,我是大刘,今天来做一个茄子的农家做法,不用过油,做出来鲜香开胃,比肉还好吃 首先准备新鲜茄子两个,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块,块不要切得太薄,会影响口感 下面垫一双筷子,切花刀 翻过来转90度,同样切花刀 这样即便一入味还不易碎 红辣椒一个,片开,再切成零杏片 青椒同样也切零杏片 装盘备用,小葱切断 大蒜切片 我们再调一碗料汁,生抽四勺 老抽一勺,蚝油一勺 食盐小半勺,白糖一勺 再加适量的清水 脚鱼化开必用 热锅放油 下入茄子中火慢煎 转动锅使其受热均匀 用勺子压一下 大概煎三分钟左右,翻面 同样再煎至金黄 煎出来的茄子不油腻,吃起来还香 然后撒上切好了大蒜 烧出蒜香味后倒入料汁 再下入青红椒 盖到焖三分钟 加点香醋增加香味 水淀粉勾薄切 最后撒上葱段 大火稍微收之后即可起锅装盘 这样一道农家煎茄子就做好了 茄子鲜香入味,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家堂菜,请关注随手做美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